荒漠甘泉3月29日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马太福音6章28节 古时有一个修道士 种了一棵橄榄树 他祷告说 神啊 他需要水分 好叫他柔嫩的根 给吸收而长发 求你降下滋润的甘霖来 神就降雨下来 他又祷告说 神啊 我的树需要日光 我求你给他日光 于是云散于止 神就给他日光 他在祷告说 神啊 现在他需要霜来兼顾他的组织 看哪 那株幼小的植物上 果然照上了一层薄霜 但是到了傍晚 他死了 于是他就去见另一个修道士 告诉他自己奇异的经历 那修道士回答说 我也种了一棵小树 看哪 现在长得多么茂盛 我没有为我的树操一点心 只把它交给他的神 造他的神 知道他的需要 远生过像我这样无知的人 所以我并不向神提出条件 建议方法 我祷告说 神啊 你把他所需要的给他 无论是风 是雨 是霜 是雪 是热光 是什么 你激造他 你一定知道他 也一定会攻击他 这么开心的 是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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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霜